龍園電力是16個沒有貨的 他說多少錢可以再溝通呢? 麻煩你 龍園我會覺得最近的風電股都是一般 經過了之前上年很Hyper的升幅之後 你見到現在都慢慢地回下來 就算包括了好像中港核生能源那些 你見到由百個多都暑了一聲 就沒有了三元了 這個也不怪的 它是香港的特色來的 甚至是很厲害的股票一回起來的時候都會回得特別狠 我們見到風電股也脫離不了這樣的穩率 回到我覺得在龍園電力裡面如果逢低吸納 當然不要無限地只為一隻股票去攬上身 就算你說後低吸納也好 吸到某個份額其實都要收手 以一個是風險管理的角度 但是在基本面的角度 其實龍園捱了那麼久之後 終於是等待到電價提升的周期 所以就變成在盈利的角度的增長 也都應該有一定的所謂的保證 P.E.不是特別便宜的 我也明白的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是吸納的話 可能吸納這一口 就可能內心再等待一些 但是我會覺得 升幅也不會升得太多 因為你見到其實它的圖形很明顯 是鎖死了在18、9元的價位 它很多次都穿不到 還有給大家更多一個資訊 如果根據彭博 或者湯神露透 分析師的共同預期 其實龍園今年的盈利增長 相對上高基數之下 其實最多增長十多個百分之下 不要幻想到20個百分之下 因為整堆分析員都沒有預期過這件事 所以在這個增長的情況下 你不要預期股價會升得太多